欢迎来到美厅 发人深省的三则真实发生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宝马女 一时尚女子驾一辆宝马,路过一个自行车修理滩,挂倒了一辆代修的自行车 女子急停下车,要求修车师傅赔偿其损失,并对修车师傅百般辱骂 说是自行车刮了她的宝马,刚开始修车师傅据理力争 说明是对方驾车撞倒自己区域内的东西,对方应承担主要责任 女子没肯罢休,于是上前推散修车师傅 修车师傅挥手阻拦,碰巧把女子衣服弄脏 出现此等变故,女子更是不依不饶 便放言,车子的事情暂且不算,必须先拿三千元出来陪自己衣服 事情发展到这时,有很多人围观,也曾有过路者出面调解 修车师傅也忍气吞声地向女子道歉,并且表示愿意为她清洗衣服 可女子并不领情,继续辱骂休车师傅和上前调解的过路者 同时掏出手机开始求援 时尚女子求援的正是她的父母 他们一家三口就住在对面的高尚社区 她的父亲到现场后,并没有对事情原委做任何了解 便直接抄起了地上的自行车打气筒 抄休车师傅头部猛砸树下 顿时,修车师傅头部血如泉涌 部分实在看不下去的围观者开始指责其父行为 并有几个想上前劝驾 她的父亲静扬言,如果有谁敢靠近就打谁 此时,其父继续猛踢被她用打气筒砸倒的修车师傅腹部 其母则站在一旁破口大骂那些未修车师傅说话的路人和围观者 时尚女子则一直坐在开着空调的宝马车里 得意洋洋地看着这场闹剧的上演 几分钟后,女子的父母打累了,骂累了 其父对修车师傅说 一刻钟之内,老子要是看不到三千块钱,以后你就别在这里混了 你这条贱命值几个钱,做了你,省得老子看着烦 修车师傅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吐了几口血唾沫 艰难地说,你等一下,我这就去拿 然后步履蹒跚地向贵族社区对面的贫民区走去 约十来分钟,修车师傅返回事发现场 来到时尚女子父亲面前 其父冷笑一声,便伸手跨不上前 就在此时,修车师傅猛地抽出怀中的右手 手里拿的并非一打钞票,而是一把血量的西瓜刀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向了对方心脏 然后在同一部位又补了两刀 其父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便栽倒栽地 紧接着,修车师傅两三步跨到其母跟前 转瞬之间连筒三刀 杀红了眼的修车师傅并没有放过宝马车里 早已目瞪口呆的时尚女子 像拎小鸡般地将她提出车外 连筒数刀后扔于路边 几分钟后,警方和救护车均已赶到现场 警方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凶手逮捕 而刚刚还活生生的三条人命 连急救程序都没有进行,便撒手人寰 四条人命仅仅起因于一次微不足道的事情 是凶手残忍过度 还是逝者罪有应得,目击者众说纷纭 记得一位好友曾跟我说过,现在的社会很重的力气 诚然,这遍地的力气也不知是何时开始悄然而生的 而且一直在加剧 这是一起发生在辽宁府顺的案件 第二个故事,橘子 一个杀人的犯人亡命逃窜了整整一年 来到小镇时,已经衣衫褂褛 极可难耐的逃犯在一个水果滩前 久久不想离开 滩上的橘子深深诱惑着他 但是他已用完了身上所有的钱 他不知该怎么办,是乞讨还是抢劫 逃犯慢慢把手伸向身上携带的尖刀 就在这时,一个大橘子忽然出现在心神不定的逃犯面前 逃犯感到有些意外,握刀的手不由自主地松开 原来,贪主已注意逃犯好久 猜测他是想吃橘子而没有钱 便拿了一个地给他 你吃吧,不要钱的 逃犯犹豫了一下 接过橘子,大口吃了起来 而后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 三天后,逃犯又来到那个水果摊 这次没等他开口 摊主就拿起几个橘子塞给他 同上次一样 逃犯吃过橘子又匆匆离开 晚上摊主准备回家时 发现水果边放着一份不知哪个顾客遗忘的报纸 展开一看,顿时惊呆了 原来上面大篇幅刊登着通缉令 悬赏三万元给提供线索者 而刊登的逃犯照片酷似他送出橘子的那人 李志最终战胜了怜悯 摊主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 警察连续几天埋伏在小滩周围 三天后,逃犯果然又出现了 这次他打扮的与照片上一模一样 不过,他似乎觉察到了什么 紧张注视着摊主的一举一动 没有进入警察的包围圈 摊主与警察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街上人来人往 一旦逃犯发掘警察的存在 就会很快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而且他身上可能有刀 随时可以挟持人质 后果不堪设想 终于,站立许久的逃犯有了行动 但出人意料的是 他缓缓掏出身上所带的尖刀 扔在地上,随即坦然举起双手 警察蜂拥而上 没费吹灰之力便把逃犯制服 戴上手铐的逃犯忽然说 请等一等,让我与水果摊老板说句话 在警察的裹挟下 逃犯来到惊魂未定的摊主面前 小声地说了一句话 那张报纸是我放在那里的 然后挂着满足的微笑走上警车 摊主连忙仔细查阅那份报纸 发现反面还赫然写着几行小字 我已经厌倦了东躲西藏的流亡生涯 谢谢你的橘子 当我为选择怎样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犹豫不决时 是你的善良感动了我 举报酬劳三万块钱就算是我的报答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它发生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 时间是2006年3月23日 第三个故事 她是一个劫匪 坐过牢之后又杀了人 穷途末路之际她又去抢银行 是一个很小的储蓄所 抢劫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不顺利 两个女子拼命反抗 她把其中一个杀了 另一个被劫持上了车 因为有人报了警 警车越来越近了 她劫持着这个女子狂逃 把车都开飞了 撞了很多人 炸了很多小炭 这个刚刚21岁的女孩子 才参加工作 为了这份工作 她拼命读书 毕业后又拖很多人 没钱送礼 是她哥卖了血工 她上学为她送礼 她父母双亡 只有一个哥哥 她想她真是命苦 刚上班没几天 就遇到了这样恐怖的事情 怕是没有生还的可能了 终于她被警察包围了 所有的警察让她放下枪 不要伤害人质 她疯狂地喊着 我身上好几条人命了 怎么这也是个死 无所谓了 说着 她用刀子在她颈上划了一刀 她的颈上渗出血涕 她流了眼泪 她知道自己碰到了亡命图 知道自己生还的可能性不大了 害怕了吗 劫匪问她 她摇头 我只是觉得对不起我哥 你哥 是的 她说 我父母双亡 是我哥把我养大 他为我卖过血 供我上学 为了我的工作送礼 她都二十八了 可还没结婚呢 我看你和我哥年龄差不多呢 劫匪的刀子 在她脖子上落下来 她狠着心说 那你可真是够不幸的 围着她的警察继续喊话 她无动于衷 接着和她说着她哥 她身上不仅有枪 还有雷管 可以把这辆车引爆 但她忽然想和人聊聊天 因为她的身世也同样不幸 她的父母早离了婚 她也有个妹妹 她妹妹也是她供着上了大学 但她却不想让她妹妹知道她是杀人犯 她和她讲着小时候的事 说她哥居然会织手套 在她十三岁来月经之后 曾经去找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帮她 她一边说一边流泪 她看着前方 看着那些喊话的警察 再看着身边讲述的女孩 她忽然感觉尘世是那么美好 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她拿出手机 递给她 来 给你哥打个电话吧 她平静地接过来 知道这是和哥哥最后一次通话了 所以 她几乎是笑着说 哥 在家呢 你先吃吧 我在单位加班 不回去了 这样的生离死别 竟然被她说得如此家常 她的妹妹也和她说过这样的话 看着这个被自己劫持的人 听着她和自己哥哥的对话 她浮在方向盘上哭了 你走吧 她说 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快走 不要让我后悔 也许我一分钟之后就后悔了 她下了车 走了几步 居然又回头看了她一眼 她刚走到安全地带 便听到一声枪响 回过头去 她看到她倒在方向盘上 劫匪引弹自尽了 很多人问过她 到底说了什么 让劫匪居然放了她 她说 我只说了几句话 我对我哥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哥 天凉了 你多穿衣服 她没有和别人说起劫匪的眼泪 说出来 别人也不相信 每个人都有善念 只是有的被尘埃封在心底 阻止恶念的形成也许很复杂 但给一个人的善良 找一个扶去尘埃的理由 常常很简单 仅仅是在一个人需要的时候 给予帮助 哪怕是一个橘子 一口水 一个眼神 当一个人善念充满心灵的时候 那么她一定会做个好人 问题是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求人的善念呢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 谢谢你